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的数据,11月3号,美国的新冠病毒病例总数超过937万。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表示,截至周二美国东部时间19点25分,美国累计病例数达到937万6293例,其中死亡人数为23万2529人。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表示,周二与前一天相比,美国增加了约9万个病例,并有约1000例死亡。 白宫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协调员戴博拉·伯克斯表示,美国正在进入大流行最重要和最致命的阶段。 正当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正在疫情中扭转局面时,伯克斯则指出,美国正进入其最危险的时期,本周将有10万多例新病例。 伯克斯呼吁政府再次要求美国人民戴口罩,避免聚会和保持社交距离。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前局长斯科特·戈特利布周二表示, 未来几个月可能被证明是大流行最密集的阶段,因为在持续期内,美国每天将有一千多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。